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的 多少呀 好像已经够10亿了 马上17个亿了 哈喽 优乐个秀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杜江 非常高兴在优乐个秀和大家见面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英雄吗 从小就有吧 你看大家 那个小时候 我们这代人是 扮演变形金刚 扮演孙悟空 现在小朋友扮演钢铁侠 蜘蛛侠 美国队长 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个 小时候就有一个想当英雄 崇拜英雄 其实更多的是 希望保护身边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正义感 所以说拍这个烈火英雄这个电影 也是希望 如果说有很多年轻人小朋友去看的话 让他们知道 其实真正的英雄 英雄的样子有很多种 不光是卡通里面 不光是美国的超级英雄 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平凡的英雄在保护着我们 儿子看到你的电影里的表现 对你说了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内心非常的崇拜 但是又羞于表达 我很理解他 告诉网恒什么样的男子汉才是真男人吗 我觉得一个男人 就不一定是英雄 不一定能够遇得到这种 需要你展现英雄光辉的这一面 一个优秀的男人的素质是在生活当中的点滴的 注意自己的仪态 注意对待别人的方式 态度 尊重别人 比如说我儿子前两天 让我看到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幕 就是当我们所有人在进电梯的时候 他会手扶着电梯门等所有人都进去之后 他自己再进去 或者帮大家扶住这种弹簧门 他不一定要做多么伟大的了不起的事业 可能长得颇具正义感吧 可能比较符合 大家对于一个正面人物的想象 好像就浓眉大眼的人不太适合当叛徒 还是比较一直是那个观众比较好接受吧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之前大家也不会把我和所谓的英雄的角色去挂钩 更多的觉得我是一个暖男啊 性格比较温和啊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啊 那我觉得其实观众还是非常包容和开放的 你给他们展示什么样的形象 如果做的好的话 他们也会接受 所以我也不担心说被所谓的定型或者怎么样 所以杜江发脾气是怎么样的 我也是个普通人 每个人有的这种七情六欲 但我是那种 还是比较善于情绪管理的人吧 有的时候发脾气生闷气比较多 就不讲话 脸很臭 但一会也就好了 对 自己可以消化 可以调整 今年的国庆被你承包了 有想过未来自己的发展计划吗 没有规划 我觉得健康的活着 然后能够依然热情饱满的 面对生活 面对工作 这就是我对我未来的憧憬 大家说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五年规划 十年规划 我觉得不想规划 我觉得规划这个人生是一个特别 伤脑筋同时也不一定会实现的事情 第二呢万一实现了 岂不是很无聊 你未来十年都是计划好的 我觉得人生最有趣的就是因为它的不可预见性和 这种未知性 把自己眼下的工作做好 每天都尽可能的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和工作 家庭我觉得维持现状我就很开心了 所以现在家庭地位有提升吗 例如今天的衣服 我们会一起逛街 但是我没有什么发言权 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试穿的机器 然后他说好我就买这个 他说快拖下来难看死了 我就赶快拖下来 主要是我没钱 好的我们明白了 这次中国机长有人夸选角是神仙机所 中国机长满屏都是大长腿 我觉得韩宇哥真的是我心目当中 英雄和硬汉的一个代表 年轻的小伙子可能像一杯二锅头 就是有劲儿 然后够烈 但是我觉得成熟的男性 更像是陈年的红酒 不同的时候去喝它有不同的味道 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有力量 我觉得韩宇哥就是八十年的拉费 那你自己呢 我觉得我还在那个红酒桶里 还没有出炉 对 所以你上里谁最难 袁全老师吧 你居然答了 嗯 这怎么了 不能让思燕姐知道 没没 她不在这个队伍里嘛 嗯 袁全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气质 就是那种白看不艳行的只有女生 嗯 还有袁全老师带领的乘务组们 身高都很高 身材比例也都很好 嘿嘿 我们救不了你了杜江老师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我觉得网友没有那么狭隘 哦不不不 我们就是这么想啊 不不不 把你自己这段录进去 我觉得生活当中给别人以赞美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不能吝啬自己的赞美和鼓励 哼 所以呢你的粉丝赞美你的时候 就比如说杜江叔叔 你是我的理想型 你会怎么回应他 一般不会回应啊 就是 不会真的去回应啊 就是 但是看了也很高兴 大家说明大家喜欢你嘛 虽然我现在可能被叫什么 全民老公不太合适了 但是大家这样评价 我觉得算是个鼓励吧 哦 杜江感觉就是个傻白甜 哈哈哈哈 一般 对我有这样的理解和评价的 网友们 自己才真的是傻白甜 哈哈哈哈 我也觉得这些主流电影喜欢他 是不是因为长得特精神 挪眉大眼比较像正面人物 但我也期待有一个吸引我的反派角色 可以去尝试一下 喜欢杜江 很喜欢很正不作妖不油腻 哈哈 杜江几海 我觉得这个 我们中国文化里一直有一个 对男性很美好的形容 叫正人君子 君子一直是 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一直追求的一种男性的品质 它的涵盖面有很多种 我觉得就包括了不作妖和不油腻